不好意思,是剛剛那個肩膀演員那一位喔 不好意思,我可能因為今天忙了一整天了 所以可同需我就是 演進一場的時候,讓我坐下來一下 好不好,不好意思 椅子就是放在這裡,真的,真的,真的 呃,大家好 你好,然後我叫Robi喔 呃,我今年28歲堪生 哈哈哈哈 開玩笑,我這時候也會講喔 講到問題最初是說 其實我跟大部分在座的同學 大學生或說剛畢業的 或說也有是年紀跟我差不多 或年紀比我大的 都會想到說 一個我們台灣年輕人 他沒有出國留學過 然後他也是私義學校畢業的 就像我這樣子 那我自己本身是 呃,他有上升畢業 那我當大學 呃,當大學畢業的 那這樣的一個 人家說小人物 或說沒有去放過羊墨水的 那如何從你退伍之後 那歷經了不同的產業 那一路一路這樣子 現在做到我 現在這個位置 那我現在可以跟大家 呃,可以跟一下 有些大學生 或說現在的一些 呃,在高 高速社會 還沒有一個方向的同學 呃,或是新鮮人 可以分享一下 是不是我從 當初 跟大家一樣的迷惘 然後到後來發想 自己的 呃,自己來的路 塗越來越堅定 他知道自己接下來要走什麼樣的路 那可以跟大家 呃,再 呃,分享一下我們接下來的 呃,做簡報 那剛剛那個 石林他分享得非常好 就是 第一題 因為他第一個開頭 大家是講說 他的人生 他的,大家想要人生 最重要是什麼嘛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之後 呃,我現在工作之後 呃,大家有 呃,陸陸續續工作 當然是變成 像我們大家 你們常講的上班族 那最重要的是 你的工作職啊 什麼是最重要的 那很多每個人的想法都太一樣 可能 呃,公司文化 要求我自己本身的 理想 夢想 那團隊的氛圍 跟工作本身的 呃,團隊的氣 呃,本身的 呃,同事的氣氛 行資啊 工程時間 學習興趣 工時 加班 加班 那每個人在年輕的時候 或是說你結婚生小孩之後 每個人的 階段的 呃,在意的 在意的 在意的點都不太一樣 那 我想要問再多各位 你現在這個 處在這個位置 你在意的是什麼 我 以我來說 我本身是 從 我現在 從畢業 退伍之後 現在五年了 五年了 我現在一直都從事 業務工作 可是呢 我五年後我沒有工作 那我之所以在意的 不是 薪資福利 不是通勤時間 不是學習 因為我知道 現在二幾歲的年輕人 在三十歲之前 你所在要 你所需要的是什麼 你要累積自己的人脈 累積自己的經歷 低戀 所以我選擇的是 我所走的路是 產業發展性 我自己本身是 國貿商哥的 所以我在 產業發展性 每個從 我零七年退伍之後 每一年每一年的 有點像是 隨波逐流的方式 去 去追尋自己的 想法 那我整個的 直壓生產 從 我從一開始的 私底物流到 原料生產 我五個箭頭 代表我一年做一份工作 然後 從私底物流 原料生產 來公司照配銷公路到 最後的行銷品買 我現在這份工作 整個的燒開券 整個行程 其實 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欸 一個工作和一個工作 好像 漫無目的 其實不是 我自己本身在 自己的想法上面 我覺得說 你自己之所以 未來要創業的話 你是不是要把整個 生產面 工業面 全部做過一遍 你可以知道說 你未來你要的 你適合什麼地方 是 那 我可以從我一開始 剛剛我從 淡江畢業之後 我先進入到的 物流產業 從佛羅德和 海關報關為止 那 實習完之後呢 我覺得說 物流產業 畢竟 它是屬於 低成本 低毛利 的產業 產業印象 我可以 大家想聽一下 什麼 Index Fadex D&T 但是 我覺得那個產業 並不適合自己 那後來 我就直接跳到 服裝產業 你可以看到說 我從服裝產業的小業務 開始 一年 然後去跟下資 去談生意 去跟日本的廠商 去簽合約 那慢慢的 你發現說 服裝的產業還不錯 那剛好 那一年是考慮 2018年 2018年發生什麼事 就是 聽到開笑 那到最後發現 整個的警戒幅度大幅下滑 那 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 因為這也是屬於 床產業 它整個 整個被大股經縮 那是不是 要 往哪一條路 或者說 你要再更進一步 那我從這個小小的 布料廠 布料業務之後 然後 我覺得說 我要試著 從上市公司去試試看 那我就跑到了代工 從原本的布料產業 你慢慢的發現說 欸 你自己 你自己的商科 你不瞭解 紡織品的生產製造 那如何從一個一個 配備量的設計圖 變成實體的衣服 一個一個的衣服 然後慢慢的我就來 後來我就轉到了 台南企業 那時候 就是現在是紡織巨洋 台南企業 跟爐心 他是台灣的三大 生產代工 那我那時候就負責了 GAP ONEBI 跟NET的線 後來從服裝產業 退掉之後 我覺得說 代工 就跟現在台灣很多 電子產業 一樣 台灣裡面都在做代工 很多工科的學生 工科的同學 工程師 都是一個產業 一個公司 但他們沒想到 台灣就一直停留在 代工的部分 從2011年開始 大家都會想到 這種品牌 大家都要走品牌行銷 都要走零售業 那是不是 原本的代工產業 人家說 毛山道士 電子業毛山道士 那最後 我們台灣最後 該走什麼樣的路 現在年輕人 你除了電子業 工科以外 你還能走什麼 台灣還能走什麼樣的路 所以 我一個人 他在每一走 每一段路的時候 都要停在你的角度 去想一想你的未來 這是我的方式 可能不太適用於每個人 但是我覺得從商科 從業務的角度 這是一定要具備的 好 那後來 有一個外派機 會到大同 我覺得說 電子業也試試看 那到大同 這樣出場的時候 去遇到 ERP本身的力點 的方式 那最後 我回來台灣之後 發現說 到那邊的環境 晉升 很有趣 但回來 我發現說 是想先試著創業 然後我跟了幾個朋友 一起 創了一個類似團購的 團購的企業團隊 然後他自己 我們本身就是走 大企業 公司 本身的企業團購 就是專門走 找福委會 然後找這部分的 那一種DM的方式 然後電子商務的方式 去讓行 那我現在這份工作 他 就我剛剛 跟各位講的 從原料 製造 代工 到通路 剛剛的網購通路完之後 後來我現在這份工作 就是 品牌結構的 國際品牌 那我現在在 旁方興起 那大家知道說 台灣的兩大的 最大的 自己品牌 是法安磁 它也是文創品牌的 龍頭產業之一 那我們八方興起 是由王雅堅老師 他所創立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從一開始的 整個生產產業業 為什麼最後選擇了 品牌 品牌 因為我在整個 從服裝產業 跟GAP 跟NET 跟ONNABI 跟UNIQLO 他們做生意 發現說 所有生產裡面 代工賺最少 品牌 賺最多 那人 我們之所以 質疑 最後選擇的 就是 要到 品牌企業 產業裡面 你才有可能 就是 發展到最高的 最高的 達到最高的效益 那這個 我們 在這個品牌 他這個創辦人 是王夏居老師 那當初呢 就是創辦了 立功法 後來拆口之後 他創辦人流言 然後直到現在 防防興起 從過去七彩的 流離 到現在的 懷恥 那 什麼是文創 因為時間有點短 我可能跟大家 稍微看一下 這是古代的 這是現在的 美 就是所謂的美港 那 所謂的文創就是 與時俱進 這是我希望跟大家講的 這是過去的 楊貴飛 還有現在的理智林 從古代的 這個叫做 原林花園 這是古代江南原林 那到現在的 什麼叫做 美 什麼叫做 文化 文化再造 現在這個還叫做 美 那古代這叫車 我可能會 可能在 在開業的時間 因為我最後一個 不好意思 這是古代的車 那現在這台叫車 這是跑車 那 什麼叫做 文化 什麼叫做 創新 那其實就是把 舊的東西 再加持 加入 現代的創意 那就是所謂的 文化創意 那 文創 那我之所以 現在 之所以會投資公司 然後進入這家產業 也是因為他 那 王老師呢 他以前是電影演員 電影導演 然後他也開過 開過 黃金糖公司 那後來在1988年的時候 他 30歲的時候 33歲的時候 33歲的時候 依然放下一切 他去美國學玻璃 那他 學玻璃之後 他跟張毅楊慧山 就是現在有一工忙的創辦人 三個人合夥一起合遇 創辦了 琉璃工坊 這個琉璃工坊 就是當時台灣最早的文化創業產業 當時大家覺得它是傳統工藝 可是它是把它剝離 剝離整個 整個變成的所謂的李正平 大家可以知道 那後來在1994年的時候 創辦了琉璃工坊 他把琉璃工坊 正式推往 上次上櫃 他是第一個上櫃的文創公司 那後來 他集了一份之後 王老師 他將他的琉璃工坊 委託給他的二哥 去經營之後 所以現在琉璃工坊 已經不是王強勳的 那王老師他在 10年前 今天剛好是我們公司的10周年 他創辦了八方信氣 那八方信氣是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這些 這是 OK 這是王老師 他歷年來得過獎項 這個跳過 不好意思 那我們直說以白癡 大家可以想像中的 瓷器 瓷器 是中國 1800年來最古老的 傳統工藝術 傳統工藝 它也是奢侈品 它也是整個華人文化裡面 最能代表文化產值的東西 那瓷器 大家想像的時候 瓷器的時候 唐宋元明清 大家都想到都是七彩兵分 七彩兵分 然後整個非常華麗的 法郎財 法郎詞 宋池 清花池 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 連一個現代 大家想到 唐宋元明清 明朝是清花池 清朝是法郎財 那中華民國 民國之後 現在是什麼 沒有一個註解 那王阿俊老師 他就是 想要將整個中華民國 中華文化的瓷器工藝 再造 你可以看到這條龍 它是戰力獨立 這是我們去 比蘭三年展 當時的 斬筆 那你看到 瓷器 變得不一樣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瓷器是可以 鏤空雕花戰力 直立的 它這個 這麼大的活源 它進來 它只靠著一個 我們的 我們所謂的 保田戰力 跟它的 單點支撐 把整個瓷器 整個支撐 支撐起來 好 這件事 我們過去跟 送到 送李李嘉嘉 送李光利奧 送喜劍頂 過去的產品 然後這是跟 現在全台灣最有錢的產業 融延之前 配合的 融延超有錢的 你知道嗎 融延本本 鑽石很錢的 這件事 我們過去 我這邊跟 那個 例如說大志姐 配合的一些 想做 那最後 我想跟大家 就是 王老師跟 吉昌教導我們 說 在他這三十年來 從玻璃到 什麼叫做文創 他可以說是最早 做文創的 那個 企業家 那 他教給我們的是 讓一個產業 能做屬於那個 時代的東西 就是與時俱進 那他就是 文化的 加持 那他就是創新 那 一個人 一個人在不斷地 去改變自己之後 我覺得 生命是沒有極限的 你再如果去 增進自己的話 就像我不斷地去 別人去找去 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會相信說 人本身的生命 是可以自己 找到自己的出路 不要擔心 不要去想說 你未來的事很遺忘 我覺得一步一步一步 你到一個一定的歲數 你就會走出自己的路 那 我最後送給他 最後一句話就是 我很喜歡那個 英國的詩人 他有一句話 他非常經典 他就是說 The one who can risk to going too far can find out how one can find out how one how far one can go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敢於去突破自己的極限的話 他就可以發現他 自己是無所不能的 謝謝大家